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又是观众想看的 我看一下叫什么 永生840 最近比越来越多了 然后疫情的原因 就没办法把笔去清掉了 然后导致了就是 说实话国产比我到现在还认不出哪一支跟哪一支了 然后呢就变成说 笔都要这样子飙上 不然到时候真的会忘了 好,那先看一下那个尺寸 尺寸的话是这样的 那这个146在这 好,然后再来一支海运吧 那我日用笔为主力的日用笔海运 好,在下,那首先看到那这支笔的话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中古风的一个小笔 笔杆上面也是偏细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是悬的吗 还是 有点紧 哦,这一种包尖的是吧 可以可以 包尖的话 那就 看一下这几个笔尖对比一下 那应该也是26号的一个笔尖 看一下 然后这个800 好,那能看到的是 笔尖来讲的话 因为包尖的覆盖范围比较大了 然后看起来的话就是 不会像26号尖那么的小气 那这个尖看起来相对来讲比较大气一点 好,那我把笔收一下 再下来看一下别的部分 哦,这个尺寸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重量吧 然后再来量一下它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大小是多少啊 哇,这个有点有点紧,真的有点紧 好,00,然后放上去 17.9 以这个笔的大小来讲的话 它算是比较重的一支笔 那因为有时候17它虽然说它是一个标准笔的一个重量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笔的大小 它大小如果是说特别小 然后给你一个17 那我觉得这个是偏重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笔帽的一个问题了 那看一下这个的重量 好,136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下来是123.5左右的一个 啊,再近一点吧 120左右的一个长度 好,那这就是基本上这支笔的一个数据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吧 那首先的这个笔有一个地方我是挺喜欢的 那个,呃,这个纹 其实我个人是有点偏,就挺喜欢这种纹的 那我在哪一支有看过就是那个就是欧比 欧比,因为我国产比很早看 我主要看欧比,欧比那个水冷里面嘛 呃,它海运有一款叫Porsche Blue 就是那个普鲁士蓝版本的 它上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纹 但是现在淘宝好像没能找到那支笔 不然那支笔 你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的 嗯,再下来呢 它这个的电度等等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你看它非常非常的一个锐利 嗯,而且再下来的话也没有什么一个氧化等等的痕迹 然后这个的话也没有什么那种氧化的 就是那种旧了,然后比较灰,比较那个雾化的那样子一个面 然后整个锐利度也是可以的 那照看这个像是一个漆感多一点了 就是因为漆,数字的话我的理解应该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漆感的话它会有点不太均匀 当然呃,现在不太看得出 因为两个从材料上来讲都是胶 锐利度来讲的话跟146对比会比较好一点了 那146基本上就是那个标杆了 好,那能看到它的锐利度来讲跟146比还是差一点的 那从反观的一个就这个我拿一下 从这个反观来看它是偏虚的这个边 那146非常干净,还是一样一炉即玩的 非常干净非常简练的 就是这个质量真的是非常硬 好,再下来看一下这个包间,包间的话就是 呃,上面写着一个永生 然后我买的应该是F或者EF间吧 哦,大大的一个made in china 然后比 比比12的话,呃,有点小歪啊 从我这视频去看,有点小歪 我实际上看一下也是有点歪 那价格毕竟摆在那了 然后就也没办法这个,呃,情有可原 那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笔尖的话就是,呃,可以 好,可以能看到那笔尖的话,我的一粒好像是有点歪的这么去看 对,整个一粒点起来的时候是偏歪的 然后中缝来讲不是特别正的 我现在这么去看的时候好像是 整个笔尖的中缝好像是斜掉的 我现在这么去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侧面 侧面的话也是 前端比较圆 那应该来讲也是比较那个 呃,呃,一支应该怎么书写就偏细的一支笔 然后呢,前面没有斜面 那应该也是笔合,也是方便说,呃,呃,中英文都可以写 因为如果前面是斜面的话写中文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底部的这个,底部的一个,看一下底部的,底部的,哎,怎么拍了,拍不清了 好像该要换一下一个好一点的放大镜了,什么这个越来越难拍了 好,差不多这样,那这边看毅力就真的有点 往下面那部分有点往左,左边的倾斜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 那看了一下的话,整体笔尖就前面这个中缝吧 真的是,不知道是我错觉还是什么 好像感觉整个好往右边,然后去倾斜了一下 这样子一种感觉,那也没关系 反正不不太影响说我去书写什么的 那还是一样,我们先赶紧的把这个笔来 哦,又弄到手了,我不懂为什么每次开盖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弄到手了 先擦一下吧 可以,好,那上木器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啊,又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上木器 随便连击一下,然后这个给插一插 呃,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插笔是用纸巾还是用布插的 用布插的话,我感觉到时候一洗的时候那个画面是非常的壮观的 壮观的,我觉得 还是说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方便的这样子插笔或洗笔的一个 风机可以介绍一下,不然每次这么一搞啊,也挺麻烦的,也很浪费值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对环保还是比较注重的 好,那个,嗯,可以,那 啊,昨天刚拍完的这一支N9,然后今天的话就,呃,直接这样子 我,我下面,我就不用再书写那个圆柱笔了,我就直接这样子写吧 然后这一支笔,永生840拼音,我真的不会啊,我就这样子去,好像是这样子,Ring 永生吧,永生,啊,写感还真的不错 顿挫感非常好,不会刮,然后写起来的话不会有滑的感觉 那这一点反正还是OK的,然后应该是FGN的这个除锡 然后一样灌的是那个Jherbin的一个墨水 都墨上面也没有什么段墨,现在这么去看 嗯,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初锋 我觉得应该国产笔都很好出锋,就是写中文来讲,我觉得最专业的还是国产笔 但这0.5的粗细感觉好像是有点像那个0.38的一个粗细的有点像 然后我随便写吧,因为平常都是那个速写,我经常写慢一点 那能看到笔尖非常细,写感来讲的话其实挺不错的 嗯,虽然说刚刚拍好像一粒歪了,但是书写起来没有什么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这样子的 因为我对一粒说实话不是特别有研究 然后呢,初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OK的,然后写个 甚至写个泳字吧,都喜欢写泳字 你看就初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看就 你看就要出有出要要吸有吸,当然我的手就是通常写用什么笔写的效果都差不多 那能出锋的话,应该这个笔加成效果还是有的 好,那个大概书写就这样子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这个总总体这样子,呃,这支笔的话 拿起来真的没有想象,就是怎么讲呢 他算也是也是轻的笔 但是如果是对比起那个百利金的,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对比起他现在的重量上完末以后是 看,哎,等一下 再来一次 上完末的一个重量应该是10.9 但是这个重量已经是,你看就是可能我用轻的笔用习惯了 你看百利金的200这支也是10.2,比他还轻 然后你看这粗细 你看这个粗细一对比,哦,你看这啊,不,这个应该拿开 你看一下这两支笔的粗细吧 我个人觉得因为百利金的一个笔握,我是觉得偏小了 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就更小了 但是而且这个笔杆还粗一点,这个太细了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支笔的话,其实轻度是以所有笔的一个标准 就常规标准来讲的话,它算轻 但是如果哪一个如果是这个轻度的,就这个大小的一个相近内径的笔来对比的话 它是算比较重的 那好,那今天的评测呢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我漏脚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有什么问题的,那个,呃,可以那个下面留言给我 也可以加我微信,就是视频左下角 然后我可以拉里进那个微信群 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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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